一百一十二年中华民国国庆大典 总统蔡英文国庆谈话 备受瞩目 这艘海昆军舰 预计在二零二五年正式服役 潜艰国造是历经三十年 不同政党的总统都想实现的梦想 现在我们做到了 我相信全世界更会认同海昆军舰 是为了守护区域和平稳定 而破浪前行 持续强化我国不对称战力 面对中国威胁 蔡总统仍旧坚持四个原则 并再次强调 维持现状是两岸最大公约数 我要再一次强调 和平是两岸唯一的选项 以维持现状作为各方的最大公约数 就是确保和平的关键制要 特别是全球都已经体认到 台海的和平稳定 是国际社会安全与繁荣 不可或缺的要素 任何一方不能片面改变现状 两岸分歧 必须透过和平方式解决 台湾持续稳健脚步 跟世界盟友站在一块 总统强调台湾已经是世界的台湾 守护台湾的民主就是守护普世价值的民主 台湾人乐为世界人 也将世世代代做民主人自由人 我要感谢台湾人民给蔡英文两次机会 担任中华民国总统和台湾人一起打拼 我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感激 蔡英文的任期会停在明年的520 但国家要继续前进 3000多次讲稿中台湾出现40次 中华民国则有5次 中华民国台湾则有2次 蔡总统最后一次国庆大典致辞 从国际经济两岸到各项政策 持续强化我国主权之外 也缴出漂亮成绩单